郭文貴議員 很多時候我們有時會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來形容一些有特別非常結出成就的人士 但我個人認為只有他才能夠真正受低這個形容詞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是我的偶像李小龍先生 李小龍先生在九歲的時候已經是同聲 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去了美國讀書 同時也開始設管授套 將中國功夫發揚綱大 他更加將哲學和武術二合為一 自創哲拳道成為武術界的一代宗師 在1971年他從頭香港影壇 拍了電影有唐山大興、精武門、猛龍過江和龍僧苦鬥 還有半部未完成的死亡遊戲 雖然只是四部半的電影 但是已經足夠震撼全世界 這四部半的電影不單止令他成為 中國人之中第一位國際影壇巨星 更加掀起了全球的一片功夫熱潮 令到每一個中國人都為他而感到驕傲 雖然在1973年他離了我們 但是他的神話 無論在影壇或者在武術界 都會永遲不鬧 現在讓我們重溫一下 李小龍在電影裡的風采 謝謝你 有錢人,罵猴鬼,壞蛋,壞蛋 壞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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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壞蛋 你對我這麼好,你以為你很好心嗎? 是這麼壞的,至多豈不是責任 我都說沒有,我每天都想去找一間雞柴 你來跳舞嗎? 說嘛,是吧 我為何不去打?我現在沒有賣碟 我愛你,阿英,我全身愛你 我,我愛上所有人 你們是我們自己人的誤會 傻瓜一定要調查清楚 中國人不是病夫 我少讀書 你不要嚇我 你不要再撲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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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